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之子 民进党籍高雄市前议员陈志忠 因洗钱 伪证等罪被判刑一年两个月 有刚出狱的狱友向媒体爆料道 陈志忠在狱中享有特权 根本是近来度假的公子哥 此外 陈志忠还常常把我当议员 我爸是陈水扁等话挂在嘴边 5月11号 陈志忠正式入奸 但才过去两个月就有台媒爆料称 陈志忠在狱中享有特权 据一名刚出狱的狱友称 陈志忠所在的高雄第二监狱 里面受刑人大爆满 一般的设房要及九个人 每晚只能打地铺睡觉 连翻身都困难 但陈志忠却享有一人一世的超级礼狱 另外 一般新入奸的受刑人 得撑半年才能使用掌上型电视机 但陈志忠入奸不到一周就可以 新入奸的受刑人无法放风 但陈志忠每天早上9点下午3点 可到操场运动20分钟 更离谱的是 陈志忠还能将清洗过的衣服 拿到操场晒 反观其他受刑者 仅能将衣物挂在不通风的设房 不仅如此 陈志忠还因为自己是所谓名人 在狱中态度嚣张 常常把我当议员 我爸是陈水扁等话挂在嘴边 针对该爆料 高雄第二监狱赶忙出面解释 此外 爆料的育友还表示 陈志忠在服刑满两个月后 就能申请外议间服刑 据了解 一般受刑人 在服刑满三个月后 才能申请转外议间 陈志忠在5月11号入狱 7月才刚满两个月 因此到了9月才能申请 但有消息表明 陈志忠7月就会申请 8月就会获准 若属时 恐怕将成为另一种特权 该事件在岛内 也引发不少网友不满与热议 有人表示 不意外 他爸都特权放出来 他也是特权关进去 也有的怒批 民进党的第二代 怎么都是这个样 扶不起的阿斗 还有的讽刺称 民进党不意外 针对这个话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的 时事评论员赖月谦 赖先生 通过上述的新闻 对于陈志忠在狱中 享受的特权和跋扈 您有何评价 台湾的狱中 台湾的御政原本就引人诟病了 尤其是我们看到保外就医 这简直是一个荒唐可笑的事 我们看到陈水扁在入肩服刑的时候 他所享用的特权 在台湾人尽皆知 所以台湾的狱政的管理 对于有权有势的人 他们本身在狱中享有的特殊的待遇 所有的消息其实都传到外面来 大家也都知道 但是问题就在于 成科如此的重 民进党当局也是不断的在欺骗台湾的民众 再加上大家都认为只要有特权 那基本上就可以有好处 那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犯法 尤其是民进党当局 或者是有一些从政的 或是经商的人 他们为了私利 为了政治利益 或是为了企业利益 他们都常常以身释法 还有一些黑道的头头 他们也有政治的影响力 他们也知道 他们常常也会触犯法律 会被抓去关 可是如果他们抓去关 而如果没有这种特权阶级的话 那他们要享受 没有这种待遇将是不可能存在 也就是因为如此 大家都知道 这样的一个不公平的现象 在预政中是很普遍的事 但是有权有势的人 他们却不愿意去更改 不愿意更改 就让这种不公平的事情 一直呈现 一直处在 存在台湾的预政里面 陈隋扁在狱中享受的特权 陈志忠在狱中享受的特权 他正是一个台湾的 目前的预政 不公不义的社会现象 的一个浮世路而已罢了 好的 感谢赖先生 然后 感谢观看